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理念还是蹲 可以请勿深蹲 深蹲容易出内伤 内伤太重 容易直接暴毙 具体怎么个暴毙法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本期的视频一起来讨论一下 好了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一起进入本期的低手牌 本期第一把我们在一个七人桌枪口位拿到了勾圈黑桃 非常漂亮的那种起手牌 只是这个位置稍微的不是那么的美妙 open race到了60 剩排其实面对后面即使是一个三bet也是有一战之力的 他去去也得看这个位置啊 大家的这个筹码量等等等等 这里后面跟了三个小伙伴进来 这里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在这个朋友局桌上啊 喜闻乐见的多人池 flop k圈7一个彩虹面 我们一个中队后门花顺吧 但我们这里没有选择开枪啊 四人池这个就不去跟自己较劲了 结果都选择了一个过牌 ter出了第二张圈 这个时候我们啊舒服 这个时候应该领先 但我们还是选择蹲一手 符合我们本期的这个话题啊 蹲了一手 结果后面果然有人开枪了 joyce打了个100 这个面上讲道理 有k不会打 有k flop不打 特上出攻队来打 这个很奇怪的 我们选择跟住了一手 只要river不出k 话音刚落river就掉出了一张k 如我们刚刚所想啊 这个其实joyce这个下注理念来说 感觉不太像有k的 但是在river直接捶了个500超池出来 可以看到我们中间上方这个数字啊 底持还是455 啊 这个超时就很头疼了是吧 讲道理在一个400 350左右这个尺度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最后还是选择这个起牌 这手牌整个过程也是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啊 剧情急速的反转再反转 我们只是在特上小小的蹲了一下 没想到蹲出了这么一个大新闻 直接把自己人蹲没了 感觉真是有劲使不出浑身难受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深蹲 容易蹲住内伤 这牌如果不是最后river出个k的话 对手打超池 我们不跳起来扩他脸上 这里其实不是不能扩啊 我们在特上也分析了一手 这里有k的话flop不打特上来打 其实蛮奇怪的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尊重一手joyce 最后这river的一手超池下注 没办法 有些是该性的要性是吧 可能熟悉我们视频内容的小伙伴也知道 joyce对自己的这个排力 对这个下注的尺度这个把握 节奏上的掌控不是特别的准确 所以他这里是有可能有k 在flop上不打特上和river 这么来捶两枪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圈的魅力啊 你很难从对手这个下注 整个型牌逻辑来看懂 对手到底是这什么牌 好了我们再去看第二个深蹲动作 第二把 我们这里又左下角啊 在这个枪口架一位拿到了ak 奈何又是我们要第一个起open race 这种牌 还是老老实实的open吧 其实这种牌在朋友剧里面啊 你去limp再去race 有可能背后面一些看似奇奇怪怪的牌 再也跟住的话 其实不太能看得懂整整体这个局势 还是老老实实的打啊 常规的去open race 是这里只有专位的威哈跟住 看看还有大蛮味的 大蛮味的joice啊 也选择了个跟住 我们上一把这个跟joice这个 新仇旧恨啊 看看能不能在这一把结算 flop k5勾一个 两张草花的面 我们这里手里一张草花都没有 就选择了个过牌 我们这个顶这个面还是比较大 我们选择过牌ak 因为威哈在后卫是一个比较爱去行动 特别是在前面我都过牌的情况下 愿意去操作收下底词的这么一个是尝试 结果威哈没有打 在特上继续出了一个草花圈 这个牌面越来越不能看啊 对我们来说也是越来越 危险了 结果特上还是都没打river 掉了一张草花 我们这里已经不赢任何其他的一些可能的大牌了 我们都 再次选择了个过牌 我们两队最后收下了这个底词 本来因为我们后面做的是威哈 威哈经常喜欢在一个多人池里面 在后卫 在前面都没有开枪的情况下 选择去尝试一些操作来收下一些底词 所以这里我们是基于这个考虑 基于对威哈这个本人特点的这个理解 选择了在这个flow上过牌 结果威哈令我们大失所望 这把非常的规矩在后面完全直接放弃了对这个底词的想法 而前卫的Joyce也没有像第一把那样去选择一些可能的下注 所以我们这里到最后牌面发的越来越不像个人样之后 我们这里也是没有办法 非常的难受小兔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深蹲的姿势不够标准 或者说蹲的太投入了 蹲到深处自然吐 蹲一手之后这个人就再也没站起来过 所以这个健身姿势很重要 不管是在健身房还是在牌桌上面 好了我们再去看下一个深蹲 最近发现我的视频被恶意转载到了其他平台 本部视频只发布在本人youtube的sweet size成这个频道 如果你是在其他平台发现的这段视频 请来给我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支持原创打击击盗版 这里第三把 我们我们这里左下角直接切牌了 那这把是我没有参与的一个底池 比格迪大迪哥 虽然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牌桌 但是这个是之前的一手牌了 看一看 三人池大迪哥起的open race flop a77一个彩虹面 这个面真的很干 干的蓝色的那种干 需要补补水 结果小盲卫的coco 直接打了75 相信熟悉我们视频内容的小伙伴 应该已经对这样一个蛋糕没有任何的想法了 血压不会有任何的波动了 MJ选择了跟注 大迪哥也是性性走掉 没办法 一打一尻这里没A的话 就没有任何反抗的必要了 他人出了一个黑桃圈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无关的一张牌吧 这两个人有打有扣 至少MJ是一个有A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大手段 出了圈之后看看MJ这里怎么行动 如果再能抠下来的话 那至少就是一个A的这么一个排列了 但Coco这里到底是一手什么牌 我们可能从他的一些过往来看 也是大概是A的吧 有A的这么一个可能 或者是有7很能讲 看看MJ在这里 这个跟注显得比较的艰难 还选择了一个跟注 再看看River Coco连着两枪 实力是非常强 River一张黑桃勾后门花出来了 后门花后门顺吧 但这个后门花顺 不知道需不需要去考虑 在这个牌面上面 看看Coco是不是还会第三枪 真的假的 这个MJ能开三枪的话 至少是一个7的排列了吧 看看Coco在这里没有过牌 可能我们这里对MJ也是比较的担心 Coco这里还是打出来第三枪435 MJ这里跟两枪的话 这里出这个勾奖 道理来说 除了一个后门花 没有什么其他的牌 对这个牌面有什么改变啊 这里自己 如果这是让A的话 确实很很难受 确实很难受 但是自己有没有可能是7 或者是其他的牌呢 打了435 MJ 没有花太多时间选择这个跟注 看看MJ这里7 8 CocoA8黑桃 不知道大家在Coco 亮出自己A8黑桃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 什么一些东西破碎的声音啊 那个应该是MJ很多内脏受损的声音 这首7 8啊 讲道理A77彩虹面 蹲一手没问题 特上出了一个圈 看似比较的空气 后卫再去蹲一手 还是没问题 Rivert说这个后门花 能有多大影响呢 是吧 哎气不气 对方就是那一手带A的后门花 正牌有多难受 相信各位都有自己的一些体会啊 但我们话说回来 这首牌 无论MJ是在Flow牌 在Turn上去选择一项Race 可能对于CocoA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啊 这首牌依然会打到River 哪怕是一个all-in 那如果这么一去想的话 这首牌注定要打到一个摊牌的局面 那MJ这种处理感觉还输少了 这么一想会不会心平气和一点 但这个德州布克 毕竟还是一些数学概率游戏啊 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些科学的方法 不要去相信太多的玄学 太多的迷信 那么所以这首牌啊 我们应该这么去想 如果MJ在Turn上Race Riverr就不会出黑桃了 这个逻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啊 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科学合理 所以这个深蹲有风险 九蹲虚谨慎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正确的健身姿势 带好护具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手深蹲 本期的最后一把 这里有一个Straddle 是个九人桌 这个也是在我们Weha这个新桌布上面 应该是比较新的一手牌了 在后面的Lim OpenRace到了75 Weha选择了跟注 因为前面是有个Straddle 所以这个Open的尺度也是相对大一些 我们这里在排桌这个左下角 选择了一手跟注大盲位 一个五人池 基本上这个已经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多人的入池的姿势了啊 Flow 十九三一个天花天顺面 这个多人池里面这种面就比较的雪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手牌KickGo啊 有没有机会在这里去卡一个圈 结果Lim打了100之后被Weha直接加到了300 KickGo走掉 那我们这个卡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啊 去排Lim直接选择了一个秒C Tar出了一个草花石 不知道他们是谁手里面有这个草花 五人池啊 这个听花应该还是有人有这个机会的 看看Tar结果Tar前面Lim又再次的主动打了出来 Weha也是只能选择一手跟注 Weha出了第四张草花在一个攻对面上面 排面越来越看不懂了 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底次数已经来到了1995 不知道各位1995年在干嘛呢 是在刚出生上小学了还是怎么说呢 Lim选择了OIN2050 Weha很难受的亮出来自己的84草花啊 开始了一个场考 这里稍微的加速一下 84草花在这个面确实面对对面这一手又是一个小超值OIN 没有任何的 只能赢一手空气Buff了吧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朋友局桌上啊 Lim 这个对自己下注的这个把握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比较准确表达他自己这个本身的牌力 所以是非常的头疼 拿着三条的时候OIN也不是没有机会 Weha好像选择了一个最后的气牌 这首牌跟我们第一手牌感觉也是一个比较相同的姿势 在Tar上选择了一手蹲 结果River蹲出了一张很难看的牌 而且在这个有一定尺度的底势下面面对的也是对手的一手超值下注 各位平时在健身房里面经常去撸体的小伙们肯定知道 这个姿势很重要啊 姿势不对的情况下 可能达不到这个健身塑形的这个效果 反而会给各个部位带来不同的伤病 那么这手牌也是一样的 Weha可能也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错误的深蹲姿势 最后给自己这个五脏六腹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那么这手牌我们还是可以正二八经来聊一遍 毕竟我们还是一个技术性向的德州频道 这牌从整体行动陷入下来 看似Weha好像每一步做的都没什么问题 是吧 弗洛布听话raise一下 他让对面主动打出来了扛一枪 River面对对面的超值all-in 弃掉了自己的这个小童话 但其实从我的这个视角来看 Weha在这手牌上面 针对这个德州布克朋友局的整体水平 而且针对可能是具体某些对手 做了三个可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动作 也是间接或者直接的造成了最后自己这个非常窘迫的局面 我们可以一起来简单的聊一聊 首先这是一个九人桌 那自然对这个起手牌质量的要求 就相对来说应该比较的高 并且前面是有一个stradle的情况下 open rate尺度相对也是比较的大 但Weha在翻前还是选择在这里 hijack位置拿八四同色跟住了一枪 这种牌看似目的比较明确 进来就是要看个花 当然你说你八四同色进来 也可以去种一些两对三条顺子什么的情况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你其实什么牌都能玩 那这样的情况就应该 不是在我们这个频道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有这样想法的小伙伴 可以参考一些什么传奇扑克 这样一些比较大老板之间的对抗 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那我们这里就是说一般的情况 八四同色在这里 就算你进来只是想瞄着种花去的 但在后面还有很多人有可能入池的情况下 这手牌也是同样的有一个五人池的情况 那你八四同色即使种了这个花 你能保证自己就是最大的那个牌吗 有没有可能遇到一个同样比你更大的 什么AX草花在这里跟着一起听花呢 所以选择拿这样的手牌面 这样的open race尺度 在这样一个位置入池 就非常的不合适 如果这里是一首A8或者A4草花 那近来是有机会进入那次的情况 那无论几个人入池 你只要种花了 你就是最大的 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人 有几个人什么牌 而且A4或者A8草花在最后 是不是直接跳脸上抠别人 那么第二点 在flop上 威哈选择了一项race 相信各位在各自的家庭局 朋友局肯定有这样相同的体会 有一些小伙伴有一些对手 他中了一些顶对 无论如何是走不掉的 或者说他是一些两头听舜 听花 就一定会跟你干到底 那在这个九人桌 在这个五人池里面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小伙伴 可能还不止一个两个 所以威哈的这一枪check race 大概率唯一能起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造池 听花去race 要的是对手的气排率 增加到自己的胜率里面 但对手没有气排率的情况下 这个race是否合适 那么第三点 在特尔上出了自己想要的这个草花面之后 对方再次选择打了出来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直接选择一手oing 因为巴斯草花在特尔上 已经拿到了一个自己排率的最大值 River无论出什么牌 都不会对巴斯草花有进一步的增强 甚至可能极大的削弱 比如说再出一张九 或者再出一张像这首牌一样的草花 而且对方在特尔上就再一次的主动下注 那其实对方在这里特尔上 基本上也没有任何的起排率 而且这首牌特尔上打成了这个局面 River无论掉什么牌 就算是一张非常空气的比如说黑桃5 那你同样也会面对两种情况 第一对方all in 第二对方过牌 你all in 那也就是说这首牌在River上面 大概率都是要打到一个all in的局面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在特尔上选择一个all in 虽然这样波动会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波动其实也是由于自己 在flop上这一枪raise造成的 听花的时候去造池 中花了又想控持摊牌 那这首牌打的就非常的矛盾了 所以可能当你桌上做的是一些pro 做的是一些rag的时候 可能这样一系列动作下来看似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整体水平 相对来说非常低的朋友局 特别是面对一些特定的对手的时候 这一系列看似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动作 问题就非常大了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大概看了一下 在朋友局当中深蹲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有可能你会对到更多的价值 但是也有可能直接蹲着蹲着就再也站不起来 人蹲没了 那么还是那句话 深蹲有风险 九蹲虚谨慎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苏伊赛德 我们下次再见